我国超过90%的食物是进口的 进口量过去三年来都维持在160万吨左右 关闭疫情冲击供应链 就凸显了食物来源多元化的重要性 这两年来我国除了增加进口食品来源供应 生产食品的本地农场也增加了大约18% 要确保国人吃进肚子里的食品没有问题 就要仰赖为食品安全把关的两个部门 食品局和负责国家处防疫工作的国家公业局 那整关聚焦就带您走到幕后 尽力不了解法官者们的工作 这艘车有700到800头猪只的船 来自印尼布兰岛 在被送往屠宰场之前 他们必须先经过一轮审查 以确保猪只没有生病 根据新加坡食品局的数据 国人对生猪的需求在疫情期间有所增加 我国在2021年屠宰的生猪超过40万只 数量比2019年增加了15% 除了猪只 其他进口的国家处也需要经过同样的审查程序 分批上岸后 再由稽查人员在现场通过目测做多一层检测 此外为了确保这些食物来源都来自受认可的农场或进口商 核对文件也成了检测环节重要的一部分 新加坡食品局去年就发出了大约110万份进口许可证给合格进口商 比2020年增加了8% 我国的合格进口商共超过16000家 三年来增加近3% 我国的进口食物来源从2019年的172个国家 增加到2021年的180个 去年共有40个国家获准向我国输出 胡加醋肉类和鸡蛋等较高风险的食品 其中鸡蛋 蔬菜主要来自马来西亚 分别占进口量的一半和四成 45%的进口肉类来自巴西 海鲜则主要来自马来西亚 印尼和越南 进口量介于15%到25% 去年有55%的食品通过海运抵达我国 40%通过陆路交通 剩余的则是通过空运抵达新加坡 除了活猪以外 我国已从不同国家运来活的 羊 鸡 鸭 鹅 青蛙及海鲜 进口的食品也在2019年到2021年间 每年维持在160万吨左右 并没有因为疫情而受影响 虽然我国的进口量这些年来都非常平稳 但是仍然有非常多的外在因素 可能会影响到我国的食物供应 在灵状核和几个人的预防危机 我们现在看到了一个增加在灵状核心 世界各地的影响 所以我们正在做的ABS 是基于危险基础的方法 去遵守问题 这包括有疾病的智慧 解决于我们的国家 例如我们要找到一些东西 我们将会禁止它 而进入新加坡 例如动物与兽医事务组的前身 农粮局就在2004年初 因来源地爆发或 侦测到禽流感疫情或病毒 而暂时停止从美国和荷兰 进口加勤 在2003年到2010年间 全球H7N7和H5N1 禽流感病毒而死亡的人数 超过300个 因地我国的家畜 在抵达屠宰场之后 就轮到食品局人员 执行任务了 他们的任务包括通过目测和鼻纹 来查看家畜的内脏颜色 气味是否符合健康动物的标准 那接着呢 还必须要通过抽样化验等步骤 才能够推出到市场 售卖给消费者 那此外呢 新加坡食品局也会定期的 为不同的冷冻食物或者是 蔬果海鲜进行抽查检测 以确保我们的食品安全 那随着本地和进口食品来源增加 和不同食品的风险因素 去年由食品局委托的实验室检测 一共达到三十四万五千多次 比二零一九年增加了大约百分之十四 这家位于育狼的工厂是进出口冷冻食物的交接点之一 食品局人员会先到冷藏室里核对文件 查看在箱子里的食品是否和文件上的符合 之后食品局人员就会随机抽样 将冷冻食物送到实验室进一步检测 当局去年针对进口食品进行的实验室检测 整体合格率是百分之九十六 其中进口肉类食品的合格率 在过去三年维持在百分之九十八到百分之九十九的高水平 这进一步检查会包括比如说微生物的检查 有没有致病的病原菌 有没有寄生虫等等 同时还包括化学污染物比如说受药残留的检查 经过这个检查完之后如果还是符合我们的标准 这个肉类才能够放行到瓶兽市场 要进行微生物的检查 科学人员会先将食物打碎 接着转移到一个穷枝平板上 让微生物繁殖 之后只要进行计算就能够查出 样品里的微生物是否过多 而带有可能被污染的风险 那么微生物污染物可能包括有害的病菌 或者是说病毒 大家可能曾经也听说过 比如说金黄色波头球菌 或者是沙梅氏菌 或者是里斯特菌等等 那么这些它们造成的危害是怎样 如果我们吃到被它污染的食物 很有可能大家就会觉得 腹泻或者是呕吐 肚子痛了 发烧 那么更严重的 这个例子有可能是致命的 另外受关注的就是残留在肉类上的受药 国家食品科学中心能够检测出大约200多种不同的受药 比如说抗生素类或者是抗寄生虫类的药物 受药使用其实是很普遍的 不是说完全不可以用 但是如何正确地使用 合理地使用 能够发挥效能 保证这个动物不生病 同时也保证我们有肉类可以吃得到 但是最后的结果是一定要安全符合标准 也就是说不能超过某一个安全标准 在2019年到2021年间 海鲜食品的检测合格率比肉类食品稍低 近于91%到98% 同时期蔬果类则主要是因为农药过多等因素 合格率只达到84%到91% 在2021年第四季度 各是下降到三年来的新低 在根据风险高低而采取相应措施的方向下 2022年第一季的蔬果检测次数预计将增加 当局就曾经在2020年第二季的合格率 下降到85%之后 从第三季开始大幅度加强检测力度 检测次数从第二季的2000次 增加到超过3700次 经过实验室检测 发现有些食品批次不符合我们的标志 如果这个食物食品仍然储存在仓库里面 我们食品局就会与进口商合作 来安排它进行合理的消费 不能流通到市场上去 但如果已经流通到市场上去 我们就会叫做召回 如果公众已经购买了 我们就建议它不要食用 我们安排把它比如说丢掉或者是回收 另一种如果是已经吃进去 大家会担心我的健康问题怎么办 我们会建议它去寻求医生的这个建议 实际上保障食品安全人人有责 新加坡食品局除了和不同的农场 食品生产商 进口商和零售商紧密合作 确保流入市场的食品安全之外 当局呼吁公众指向可靠的来源购买食品 在家处理食物时 也要注意生熟食物分开收藏 以免交叉感染 好嗯 好